各位南大鄉親 大家好 我是蔣麗文 歡迎收看今天九月23日南大新聞 因為路面家老公家就百歲不留 作為民間共重量在在共產國後 議員是出現這次的検証 所以鄧麗鄉親就向南大管政府來歡迎 南大管長李明晴在第一時間 衛東議員創總地和幹部處的政務做回政務會審 並且同時培政公署要求管制單位要建設改善 整條路都是留意 中文有這麼多水分 不然是都民宿性困難 各地團出民眾挑途外來產的消息 是讓大家都非常無奈 有啊 他們都沒有說 有說 都沒有結構 你如果變了都一定這樣 這個地方是在民間鄉中流行 因為道路已經很久 像白醉不良 造成每一處漏大火 水都逃不來 上一陣子受到風態的影響 以往是發生一樣的情形 雖然已經過了這麼多天 不過也是有這麼多所在這水 是我們生氣起來 通往大爭的產業道路 因為這條長期累積在十幾年來 都漏好 水衣的積水都沒辦法退了 也造成了一些車輛 或是機車去撞到旁邊 讓我們 或是騎機車去塞 在鄉鄉鄉親 陶貝館議員副長子 鄉管政府來歡迎 人家管長臨民進 在第一時間 前進來到行政會寒 要求家務處 趕快做改善 這個沒有理智來改善 所以我們今天來回寒後 蔡議員 船長 鄉親 大家願望說 可以進來做改善 我來看這個影響不進改善 萬人 還有蘇果 造成的人命 這就真的完翁了 很感謝您管長 對民間鄉 產業專家的事項 會關心和照顧 這條道路是新家 通往產業村的主要路線 每天經過的民眾都非常多 不過算因為白水系統做不好 經常出現這水 是造成了鄉親的不變 甚至危害到加速人的安全 這處管長臨民進 親心搶隊來回覆 並且在當中簽名配準 是得到這麼多貴賓的江蝦 這個不夠香 因為你們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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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